我是皇帝轻点入宫的释迦女 一指圣意 被封贵妃 人人羡慕我命好 却不知金丝隆中 雀鸟难飞 进宫那日 伺候我喜悦的嬷嬷说 皇帝温和善良 娘娘莫怕 可这十丈深宫 白骨堆土 种种可不知事 皆是他一手所为啊 一 入宫那年 我只有十六岁 古老的京都 恰好迎来初冬的第一场雪 浩浩荡荡的皇家仪仗队 从百世三英的神府出发 一直抬进宫墙的西侧门 响彻云霄的礼乐 才戛然而止 年长的公公恭敬道 陛下担心 侧妃之礼惹得皇后娘娘伤心 特意不许声张 皇帝爱及了皇后娘娘 这是整个京都城都知道的事情 工人也自然不必为此事遮掩 想来一世 若非帝后情深 皇帝又怎会在众多名门贵女中挑了右选 封我为贵妃 抬我入宫门 只因她不顾一切迎娶的皇后顾珍珍 是个家世颓败 不懂宫规的小门户女子 入宫仅三个月 却捋闹笑话 惹得朝堂非议 她太需要一个支礼术 拾进退的世家女子 帮忙遮盖皇后的荒唐 我的父亲是当朝大儒沈贤 一生著书力学 家风严谨 作为父亲一手培养的掌上明珠 人人赞我绘制蓝星 典雅端庄 一举一动 皆是世家贵女的典范 这样的沈云念 自然是为她心上人收拾烂摊子的最好人选 嗯 七宁宫内 香炉鸟鸟鸟 红竹高照 伺候我喜悦的嬷嬷说 皇帝温和善良 娘娘莫怕 怕我难过 她笑着同我讲起了往事 早年皇家围猎 陛下还曾因不舍的射杀小鹿 遭先皇殉耻 因为心里委屈 还抱着老奴哭了半天 嬷嬷慈祥说着 我便认真听着 脑海中浮现出父亲的教诲 你是沈家的女儿 弑君 亦当忠君 可皇帝 似乎从不这样想 双寒深夜 年轻的帝王踏雪而来 她垂手凝容 目光沉郁地望向我 你寂静深宫 当恪守本分 除了贵妃的名分 朕不会给你任何东西 意思 再清楚不过 沈家之女 只为伯皇后贤明入宫 不配侍寝 不等我点头秤士 帝王又匆忙转身 急步跨入漫天风雪中 她是着急去奉景宫 去哄她的心上人顾珍珍 她迎她入宫为后 与她结发夫妻 曾许诺她一生一世一双人 可如今被其承诺 一日之内册封四妃 皇后会伤心的 是啊 风雪满天的宫道上 与我一同进宫的 还有被风贤妃的定国宫之女儒婉 淑妃林太妇之女青霜 以及陆老将军的侄女路德飞 帝王一日连那四妾 却不舍得皇后垂泪 只能屈罪于贵地 去奉景宫赔礼道歉 她央着哄着告诉皇后 沈家的女儿 不过是帮你打理后宫 为你博得贤明的工具人 其他的世家女 是朕需要拉拢朝廷重臣 稳固培饰江山的不得已之举 九五之尊的皇帝 如愿保全了心上人 免她因凡所公归受难垂泪 可无数的世家女 也从此被困十丈工墙 再不见那风光济月 河山苍苍 雪落无声 四周寂静 梁九 陪我站在殿门前观雪的清河 醋没劝道 小姐 会着凉的 我摇摇头 压下满心的欺然 不是小姐 是娘娘 曾经意气风发的京都城才女 也被心上人乱般呵护的沈云念 已经死了 死在了明德元年 大雪纷飞的这天 三 入宫第一年 皇帝从不曾踏入后宫半步 除了忙于朝政 剩下的时间 便是陪伴皇后 春来会折断槐花 陪皇后做包子 夏日会在池水捕鱼烹鱼块 秋日又采摘桂花 看皇后酿酒 到了冬日 两人便在落大皇宫中 你追我赶的打雪仗 只因皇后思乡 他便陪她做进步和公归之事 他许心上人交房专宠 却不妨碍将其他的世家女 又一个一个的接进宫 因为她是一国之君 要保着江山设计百年无忧 需要他们背后家族的帮衬 后宫嫔妃 皆是定国安邦的名门之后 或是挥斥方求的将门之女 可隆重的册封礼 却将他们锁在深宫 帝王不管不问 任由鲜活的他们 毅力尽失 明珠蒙尘 金鸾殿上 群臣为这些事闹翻了天 纷纷跪求 陛下要为此次着想 要让后宫开之散叶 年轻的帝王当场大怒 语气凌厉摄忍 皇后一日不怀皇嗣 后宫妃嫔更别妄想 一句话再次保住了心上人 那些想要扶自己女儿上位的朝臣 慌了神 那些想使些手段 加害皇后的妃嫔们 也瞬间慌了神 一时间 前朝和后宫 竟变得无比祥和 没有人上书 没有人争宠 人人都在祈求老天保佑 保佑皇后早日有孕 保佑着满宫的妃嫔 能早日成宠 直至明德三年初春 如死水一般寂静的后宫 终于传出了喜讯 新皇登基三年 终于要迎来第一个小皇子 可得知喜讯的那天 皇帝却当场大怒 拂袖而去 死 因为这怀孕之人 不是想交房专宠的皇后 更不是已被册封的世家妃嫔 而是一个身份低微 在换衣局做工的粗屎宫女 这是皇帝与心上人冷战半月 某夜醉酒坐下的荒唐事 一招成恩 身怀皇嗣 如此喜讯 却惹得龙颜大怒 连砸了满殿的瓷瓶 消息传到七宁宫时 我正与叶贤妃在外殿下棋 她是杨华长公主的女儿 是皇帝的表姐 行事自义 纵使皇帝也要逼三分 僵持之际 依偎在她旁边的狸猫 轻巧跳上来 尾巴扫乱了棋盘 叶贤妃怜爱将她抱起 笑得肆意明媚 小畜生 真不要脸 沈宫女意外成欢 向来沉稳的皇帝 彻底乱了套 可这是大洲的第一个孩子 必须要保住 既然打不掉 只能测了美人的封号 还要想办法瞒着皇后 从不愿踏入后宫的帝王 一日三次来到七宁宫 目光阴沉 责令在场妃嫔 谁若敢走漏风声 当即胀壁 可喜怀皇嗣的审美人 却紧紧拽着我的衣襟 哭着跪地不起 求贵妃娘娘 赏奴婢一碗剁胎药 奴婢是有心上人的 只差两年便能出宫成婚了 她疯了一般 将头磕为又磕 支离破碎的悲痛 如同困兽走投无路的爱好 可谋害皇嗣 当诸九族 身在深宫的人 哪是为了自己活 不过是吊着几次念想 为了宫外的人 能熬一日便熬一日 良久 那只紧紧抓着我裙摆的手 才慢慢松开了 她安安静静地站起身来 由着工人梳妆打扮 为她换上华丽的宫装 像是听了劝 又像是认了命 审美人有孕后 皇帝特意叮嘱工人 绝不允许一只鸟飞进凤锦宫 她是真得怕了 她许皇后一生一世一双人 却为江山设计只能失言 她许皇后交房专宠 秦义忠贞 却又管不住下半身 强占了宫女的清白 顾皇后虽出身偏远定州 于乡也间长大 可性格刚硬 绝容不得一丝欺瞒和背叛 若有心人把审美人有孕的消息 想办法透露给皇后 定会酿成大祸 可亲手种下的鹰 又岂能不结果 春去秋来 燕声震震 审美人怀胎六个月时 还是被皇后撞见了 五 中秋燕将至 我如往常搬去凤锦宫 承报公务 未临近殿前 便听到皇后私生力竭的控诉 裴昭 你就那么等不及吗 你说过要等我担下皇儿的 你身为皇帝 大可以去宠幸后妃 可你为何要强占一个宫女 皇帝由着她骂 一遍又一遍 不断地认错讨好 珍珍 是朕糊涂 是朕酒后失德 对不起你 可神美人就是个宫女 朕不会负你 珍珍 原谅朕一次 皇帝的话未说完 殿内便传来此起碎裂的声音 而后是皇后绝望的哭喊 当年定州城相见 你瞒着身份 骗我是寻常公子 我才与你定请 如今后宫皆知你的荒唐事 只有我被蒙在鼓里 裴昭 你又骗了我 秋日天高气爽 直守殿门的李公公却淋漓大汗 看来 来的不是时候 我自讨没去 刚要转身离去 却听殿内传来帝王慌张的怒吼 传太医 快传太医 六 奉紧宫里 满殿寄燃 老太医神情忐忑 整了又整 良久 才如是重负道 恭喜圣上 皇后娘娘有喜了 将近两月 切莫再动了胎气 听完太医回话 皇帝欣喜若狂 小心翼翼俯着皇后的小腹 眉目掩不住的疼惜 你哪里不舒服 要吃什么东西 彤彤告诉朕 可靠在床榻上的皇后却不动声色扶去那只手 冷然恭敬道 臣妾也恭喜陛下 终于不用偷偷摸摸 可以光明正大踏入后宫的门了 皇帝面露难堪 可下一瞬 又满般柔情的赔礼道歉 我垂下眼瞼 不忍再听 带头走出了凤锦宫 其他妃嫔也时去退下 各回各宫 白玉雕气的长廊里 叶贤非如是重负 终于出来了 得回去看看那些猫崽子们 吴立宫的离猫如意 也生崽了 为这件事 贤非派人搜查了整整两天 最终 也不知道是被哪只贡猫祸害的 七 皇后怀孕 后宫更清静了 皇帝特意下旨 众妃嫔不必再往凤锦宫请安 以免扰了皇后休养 因这一句话 众人见到凤锦宫也开始绕道走 只怕奶日龙胎有损 自己却成了寒冤而死的倒霉鬼 秋日迟迟 我也闭门不出 整日在殿中 查看公务账目 核算月银俸禄 履行着我的贵妃职责 西宁宫的那颗梧桐 落下第一片秋夜时 叶贤非抱着狸猫如意 走了进来 向来艳丽绝资的她 如今却穿了肃青的功服 头上只沾了一只银恩白玉簪 开口时 声音也蒙上一层薄雾 陆府的老将军 昨日去世了 末地 我手中的桃花醉片了口 不慎洒了裙摆 我摆摆手 带工人们拾去退下 才强压着心思 将两个杯盏斩满 宫愿桃花繁茂 可酿出来的酒 总是苦涩 还是陆府的桃花好 她这样说着 却喝了一杯又一杯 是啊 还是陆府的桃花好 大抵是我十岁那年 不小心闯了祸 怕素来严厉的父亲责罚 便哭了一路 跑到了陆家 陆老将军见状 别忙把我抱在怀里哄着 阿念莫哭 阿念莫哭 等你快快长大 给陆伯伯做儿媳妇就好了 我家大郎陈吻 二郎机灵 随你挑 那日 九岁的夜如晚 从桃树探下头来 仰着母亲杨华长公主 我长大也要给陆伯伯做儿媳妇 蓬颜无忌 在场中人笑作一团 原来 碧莉在目的事情 也已经 过去这么久了 八 许师忧思过重 皇后这一胎 怀得不太安稳 四个月时 便险些流产 皇帝着急不已 连夜把太医院的所有医官 喊到了奉锦公伺候 从医官到宫壁 再到皇帝 全都围着他的心上人 忙前忙后 忙着忙着 大家也就忘了 后宫还有个即将临腾的审美人 岁目僵尸 又一场大雪落满宫墙 白得让人心惊 风雪静止的那一夜 审美人太动了 这个无权无视的低微女子 从深夜熬到天色微明 血染床榻 才生下大洲国的第一个小皇子 可这个拼命生下的孩子 他连看都不肯看一眼 面色苍白的他 从始至终 都紧紧盯着门口 奴婢的老家在苍州 若是生了女孩 便买一谈女儿红 若是生了男孩 院中便种满桃花树 说着 他虚弱地笑了 娘娘 您知道 为何要种桃树吗 我压下满心的欺然 点点头 想说话 却发不出一个阴结 躺在床榻的审美人不再看我 依旧紧紧盯着门口 直至呼吸微弱到不可察觉 那苍白的面色 才扬起一抹笑 终于 回家了 有 担下大洲皇长子的审美人 就这样安静去了 他一生如蝼蚁低微 连个全名都没有留下 所求所愿 不过是活着 活着与新上人相见 可最终 却是以这样的方式 走出深宫 去赴那年少之月 为他料理后事的时候 才发现 他手中仅仅钻着一把桃花书 那是他心上人亲手所刻 以书为礼 结发同心 若生男孩 院中要种满桃花树 娘娘 您知道为何要种桃树吗 我知道 我一直都知道 是为酿那桃花罪 良辰即日 取纳心上人 更是为亲手刻把桃木书 许他一声恩爱 白手不离心 一书夫妻恩爱 二书比一双飞 曾经 也有一气风发的少年郎 红着脸 递来亲手所刻的桃木书 他说 阿念既已吉吉 我要赶紧让家父来提亲 我与他等啊 盼啊 偷喝了好几坛桃花酿 可等到最后 却等来一纸圣意 沈家之女云念 温婉闲静 慧至兰心 特封贵妃 往事半的窗外漫天白雪 翩然而过 都道 白雪逢心碎 又是好收成 可我只觉得 心里满是废墟 再长不出一寸草 一枝花 十 明德四年 暮春时节 一直胎向不稳的皇后 也即将临盆 奉紧宫里 皇帝寸步不离 热水换了一盆又一盆 参汤喂了一碗又一碗 直至深夜 皇后终于平安 诞下了一对双生子 稳婆抱喜 皇帝暮色微正 紧紧搂住皇后 语气尽是疼惜 真真 我会给咱们孩子最好的一切 可就在满殿工人 要松口气时 其中一个小皇子 却没了气息 老太医颤唯微微道 皇后娘娘本事早产 胎儿极其虚弱 如今幸存的皇子 更需要精心照顾 得知恶好 皇后痛哭不已 皇帝更是心疼 一怒之下 将接生的稳婆和太医 以失职之罪 逐出皇宫 无招 永生不得入京 幸存的那个皇子 被皇帝赐名为一林 君临天下的林 和宫上下皆知 这是皇帝对嫡子的真事 而由审美人所生的皇长子 被赐名为一安 安分守己的安 交由我这个安分守己的贵妃抚养 十一 皇后继旦下嫡子 后宫妃嫔也有了惩宠的机会 后宫的世家女 就如春日的繁花 年复一年 开了又败 也有人结出了果 在宫里站稳了脚跟 可即便如此 皇帝最爱的 依旧是她与皇后的孩子 每月光顾几次后宫 不过是笼络世家大族的手段罢了 似妃的宫殿 皇帝却不常来 叶贤妃的无力宫 皇帝只去了一次 就气得当场离开 据说是被贤妃指着鼻子骂走的 林淑妃那里 也曾有宫人传唤事情 可走进殿门 却被茶盏砸破了额头 林淑妃的母家位高权重 竟是房的人惹不起 便拾去卸了淑妃的侍寝牌子 路德飞 自从叔父陆老将军去世后 便终日潜行礼佛 不问世事 因怕群臣非议 皇帝最终也只能来七宁宫坐上片刻 以示恩宠 鱼打窗友 宫愿信花悉数落下 七宁宫里 久坐半天的皇帝才开了口 郑总觉得 你未入宫前 便见过你 我垂下严谨 为他沏茶 顺昌三十七年的夏日 臣妾曾进过一次宫 一句话 却让帝王猝了眉头 不再说话 顺昌三十七年 是他一生不愿触碰的痛 那年 先皇天性宠妃之言 借巫谷之事废除皇后 多亏以沈叶陆林为首的朝廷重臣 以命求情 才保住了被求华音殿的太子裴招 帝王不再言语 我所信也不再说话 专心缝起一烟的小衣服 徒留殿内茶香鸟鸟 窗外雷雨震震 梁九 帝王轻叹一声 打破满殿寂静 你进宫多年 恪守本分 朕欢喜得很 他目光柔和 似有期待 可接下来的话 却让人如坠冰枯 四海森寒 一安毕竟是宫里所生 所以朕打算 给你个孩子 砰的一声 窗外天雷炸响 如是地动山摇 我只觉得 整个人浑身冰凉 脑子一片混乱 已经无法思考 进宫七年 我曾预想过 无数遍眼前的场景 可等它真正发生 我却仿佛天生诗语 发不出任何声音 要说什么 能说什么 说沈家的女儿 早有心上人 不愿侍寝 为吴皇生与皇嗣 说身居贵妃之位 我有一安足矣 不该再妄想君王恩泽 我从来没有度过 那么漫长的时刻 长到我的心 在油锅里滚了一遍又一遍 我唯唯诺诺地起身 唯唯诺诺地屈膝 刚要开口 一向稳重的长顺公公 却慌慌张张冲进了七年宫 他声音思节 神色惊慌 进门便扑倒在地上 陛下 出大事了 十二 明德七年 天乱了 这年 南楚 大鱼两国 联手犯我大洲江山 一途列土而分 敌军以武备军力 左右围剿北境 消息传到京都之日 我朝已丢失三座城池 边境将士苦无支援 只能频频败退 退守到虎岳关待命 得知边关危急 定国公率军二十万 连夜奔赴北境 一从敌后包抄 困守虎岳关的将士们 同样几等援军 可陆老将军已逝 朝堂再无稳操胜券的大将可用 江山危机之时 在家守丧的陆家儿郎 夜寇宫门 请命抗敌 消息传到七宁宫那日 我失手打翻一个紫沙杯 滚烫的茶水洒在手上 灼红了一片 藤一丝还蔓延 陆家儿郎帅五万大军出发那日 京都城风和日丽 素来好学的义安 却死活不愿被攻克 央着我陪他放风筝 他说 贤将将说了 今天最适合放风筝了 眼前的小人搂着我的脖子 可怜兮兮地央求着 我拗不过他 只能蹲下身子 笑着捏捏那张软糯糯的小脸 下不为例 那一日 京都城里 百姓家道欢送 送路加尔郎远征 那一日 十丈公墙下 我和三岁的义安牵着风筝 努力把他送上天 五万军马 抵达虎月关那日 足月的皇后再次临盆 为求母子平安 皇帝特意跪在安华殿 祈求神佛保佑 从前我不信神佛 可如今 却心心念念 想求些什么 便在殿中 也摆了小佛堂 不求荣华富贵 只愿国泰民安 边境再无战事 四海皆宁 许是神佛知我心意 边关节抱平平传来 说那路加大郎武艺高强 用兵骑轨 打得敌军连连后退 说那虎月关万般凶险 路加二郎却趁夜色潜入敌营 取了那敌军手机 说为宝边境安宁 路加二郎请命驻守北境 皇帝应允 圣旨下发的那一日 长姐也以命负的身份入宫 探望我 她是数母所生 对我百般疼惜 可我却害了她 若不是我当时拒绝入宫 曾在月色掩护下跑到陆府 却被皇帝监视陆府的人发现 苏路两家即将联姻的事情 也不会传到宫中 可圣旨以下 皇义难为 为打消皇帝猜测 为我在宫中 铺出一条宽路 长姐替我嫁到陆家 嫁的 是陆家长子陆墨平 见我重提往事 长姐拍着我的手 温柔笑着 说什么傻话 墨平待我极好 只是苦了你与二郎 一对有情人 却从此高阁宫墙 在南相见 一杯杯的白茶喝下去 苦得让人舌根心口都在疼 若长姐不提 我早也不敢回想那些往事 陆家二郎 陆墨安 他一直都是这世间最好的公子 也是这京都城 最意气风发的少年 他会带我去庙会祈福 会带我坐在屋顶看月亮 还会偷偷带我去喝他亲手酿的桃花醉 喝到大醉时 他晃悠悠闯进神府 在院里耍了一顿好刀枪 最后揪着我爹的胡子嚎啕大哭 我陆二郎 就要娶沈云念为妻 怎么了 怎么了 我爹任他闹着 承诺不语 我娘眼面哭着 无能为力 少年郎也哭 哭着被陆老将军绑回了家 哭着听皇家遗仗 测淫贵妃 我不恨造化弄人 命途多难 只恨石杖宫墙太高 遮挡了这人间的风光际月 也遮挡了梦中少年的眉眼苍苍 临出宫前 长姐紧紧握着我的手 双眼通红 那日的风筝 她看到了 放风筝 其平安 少时相约一辈子的事情 如今却隔了一道厚厚的宫墙 二郎说 阿念平安 便是她的平安 可阿念所念 唯有莫安 十三 宫里的日子 是要熬的 熬不住的人 便施了宠 发了风 熬得住的人 也不过是继续锁在四四方方的墙里 吊着那些无望的念想活着 熬到明德八年 明艳的一贵人发了风 活泼的许昭仪被打进了冷宫 熬到明德九年 皇后的小公主溺水而亡 地后悲痛不已 熬到明德十年 皇后兄长顾持赈灾有功 特被提拔为户部侍郎 这一年 京都在传大劫 驻守边关三年的陆家二郎 以率军收复平衙冠 孤雁冠 皇帝大喜 当即传令 令陆家二郎中秋入京 受风赐赏 明德十年 月圆佳节 这早已哭死的十岁春秋 悟得重新活了回来 金鸾殿上 众将问公行赏 陆家大郎陆墨平 特封护国大将军 念其夫人沈氏有喜 特留任京都 官从一品 陆家二郎陆墨安 特封西北军主帅 彭管边防事务 吴赵亦可回京 那日中秋宴 皇帝与群臣在前朝畅饮 我被叶贤飞拉着 在漫长的公道上 走了一圈又一圈 更声阵阵 临近深夜 热闹的公宴才结束 我与叶贤飞站在远处 看着朝臣们依次走出 顺着白玉时接而下 缓缓走出这宫门 一个 两个 三个 人群渐渐稀疏 我却不敢眨眼 只求着满天神佛保佑 让我如愿见他一面 只见一面 只见一面 信女此生不再忘求 只怕那人碎碎平安 只求此生再见一面 扶我与他心上寒霜 我盼着 想着 等着 直至最后人群已然散尽 叶贤飞的手帕绞成一团 却依旧和我一样 痴痴望着远方 望着 盼着 等着 等到热闹片刻的公道 又恢复了往日的冷清 等到月亮斜了又斜 秋日蝉虫早已尽盛 等到我的心仿若在滚烫的油锅里 煎了一遍又一遍 记忆中熟悉的身影 才从殿中从容不迫地走出 一步一步与并肩而立的兄长走下台阶 陆莫安 我死死咬住胳膊 死死压制着本能的呼喊 看着那人缓缓走向宫门 几次举目张望 却披了一身落寞的月色 两久 那熟悉的背影 像是预感到什么 猛然回头 那道饱含了顿痛和思念的目光 直直落在了对面的公道上 也直直落到了我的身上 夜色朦胧 我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 可以无比清楚地感受到 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 稳重了 成熟了 他是陆莫安 是非我不娶的陆莫安 是我非他不嫁的陆莫安呀 我与他相约白头 他许我结发夫妻 可谁能想到 有生之年的再度相见 却隔了整整十年 十年啊 真是太久了 久到他教我酿的桃花醉 月酿月烈 早已承载不住那民间的新婚之喜 久到那七宁宫的桃花 开了又落 落了又败 以身做了岁月的祭祺 月光下 我与他隔着十年的风霜 远远对望 不敢进一步 不舍退一步 两久 他才颤着手摸向自己的领口处 小心翼翼取下什么 月色如水 一枚温润通透的白玉平安扣 被他拿在手里 附上双白 末地 我只觉得内心四处碎令 那些铺天盖地的痛苦 仿佛勾爪般 将心脏狠狠划破 他手里拿着的 是那年我托长姐带出宫的平安扣 阿念平安 便是我的平安 阿念所念 唯有莫安 我亮亮呛呛往回走 徒留食指扣入掌心 藤毅蔓延全身 徒留着世间 有情人寒恨相别 终生在南建一面 十四 这年的中秋夜 我拉着贤妃在七宁宫喝了一夜的酒 酒一酣畅时 向来闭门不出的林淑妃 在月光中推门而入 她面若冰霜 眸色清绝 整个人透露着熟酒寒冬的冷然 唯有发际 那只粉色勺药欲簪 绽放开丝丝暖意 怎么 七宁宫的酒 夜嫌非能喝 我林青霜却喝不得 那夜 七宁宫灯火通明 我抱着酒坛子 替林淑妃讲那江湖的快颜愁 讲那江南的烟雨缠绵 讲到最后 她说 她日我若能出宫 定去江南寻医院落 种满勺药 对 就种勺药 陈起帮她浇水施肥 日落与她对饮说笑 可说着说着 她的目光一瞬就暗了下去 徒流烧尽飞灰的冷记 不知道有生之年 还能不能与她对饮说笑 拿着遭鹅掌的贤飞 晃晃悠悠起身 小身边人太傻 这淑妃定是喝醉了 哪有与勺药对饮说笑的 淑妃不再说话 只是自顾自走出殿外 折了根树枝 当场舞了一段见 桂花树下 她眉目清冷 滋容洒脱 从不该是这深宫之人 该是那行走江湖 自以无比的女侠 我到最后 叶贤飞也彻底醉了 她对着手中的 那只糟鹅掌大骂 裴昭 你个狗皇帝 我是你表姐 表姐你也敢困在宫里 不怕我拆了你的家 你个狗东西 当年就不该让我爹救你 就该让先皇废了你太子位 这深宫八年 我连个巨箱楼的糟鹅掌 都吃不到 你个狗东西 骂着骂着 又昏昏沉沉的睡去 徒流满脸泪痕遍布 又被那月色使干 最后那半潭的醉花酿 被我抱到店外 边喝边探月亮 可看着看着 却哭出声来 陆默安 我的陆默安 你说要娶我 我说要嫁你 可如今 怎就成这样了 怎么就这样了 第二天一早 贤飞晕呼呼醒来 还不忘笑书妃小家子气 说她抱着那手里的 勺药发簪睡了一晚 怎么也掰不开 向来冷然的书妃 瞬间红了脸 转手又笑我 抱着酒坛子不撒手 还嚷着趴到屋顶看月亮 说着说着 大家就笑了 可笑着笑着 大家又哭成一团 店外的清河慌忙推门而入 声音哽咽着劝 娘娘们可不能哭了 工人们都起来了 国无大丧 天嘴上安 非凭失疑 会被责罚的 你看 活在这身宫 连哭的资格都没有 哭不出来也好 哭不出来也好 至少有口气吊着 有口气吊着 就能揣着那点念想熬下去 十五 接下来的两年 我依旧是那做事周到 遵守本分的贵妃 将后宫打理得井井有条 只为薄一句百官对皇后的夸赞 自从皇后的小公主逆水而亡后 皇帝也不再来欺宁宫了 连后宫也来得少 或许是觉得自己负了发漆 才惹得老天惩罚 小公主的夭折 也带走了皇后的鲜活 她不再于春日包槐花包子 夏日做愉快 秋日酿桂花酒 而是一夜之间 做起了循规蹈矩的皇后 将所有精力都放在了二皇子伊林身上 只求身上掉下来的这块肉 能平平安安地长大 时间一晃 又到明德十四年 一安也已经十岁了 两个皇子年岁相差不大 也免不了被拿来比较 一安自幼不得父皇宠爱 好在聪慧懂事 极有天赋 三岁十字 五岁成章 如今十岁 已然能读懂些策论了 如此天赋 让上书房的先生极为惊叹 频频称赞大皇子 精彩绝艳 先生们夸得多了 皇帝也注意到了 取是不幸 又亲自在御书房 出题考两个皇子 不同一灵的支支吾吾 抓耳挠腮 父皇给出的问题 一安总能引经据点 对答如流 如此表现 赢得在场众人的一片掌声 两久 陛下才露出淡淡的欣慰 大皇子果然聪慧 一安从小到大 很难听到父皇夸赞自己什么 一时间手足无措 只能紧张地站在原地 直到我带他回宫 仅仅倚靠在我身边的小人 眼神才莫地明亮起来 母妃 今日父皇夸我了 我压下藤衣 仅仅握着他的小手 也灿然笑着 我儿就是聪明 母妃带你 去吃得娘娘的糖藕酥 我一生恪守本分 无意与世事相争 满心所求不过是四海安定 故人平安 一安康乐 奈何世事惨我 饶我 不肯放过我 第一场秋雨过后 天见寒凉 十岁的一安 却彻底病倒了 在醒来时 神智尽尸 眼如痴儿 十六 西宁宫里 太医门整了又整 皆束手无策 陛下大怒 彻查后宫 查出的结果 是于常在偷偷下毒 被皇帝当场赐死 清禾带来消息时 我正给一安擦脸 温热的帕子放在手里逐渐变凉 凉得让人心惊 我儿何都何能 脚得冻着后宫风云呢 那日 我身着贵妃圣服 一步一步走向乾坤殿 一安的身体 已经伤透了 臣妾跪求陛下 允许大皇子留在七宁宫休养 不在路上书房读书 入宫十四年 我恪守着贵妃职责 安分守己 操持后宫 从未求过什么 见我常跪不起 皇帝亲自走下台阶 将我扶起 朕会派最好的太医 继续为一安治疗 即便大皇子的身体不能恢复 朕以后也定会封他个富贵王爷 保一安终生无忧 我在行大礼 寇谢无谎 一步一步走出这巍峨宫殿 一步一步又走进这寂寥宫墙 接下来的日子 我盼着 等着 求着 只让我的一安赶紧好起来 明德十五年 西北军大将陆墨安 率军再立战功 受边疆百姓拥护爱戴 故人平安 可我的一安没有好起来 明德十六年 定国公老将军并逝 皇帝亲自俯管送葬 秋日里 叶贤飞的如意也老去了 他将他葬在了西宫墙 离自由最近的地方 他说 小家伙灵巧得很 轻轻一跃就能跑出这皇宫 我的一安依旧没有好起来 明德十七年 陛下正式册封义林为太子 提拔皇后兄长顾持为户部尚书 这一年 皇后树地顾景加入西北军 骁勇善战 年少有为 可不等我的一安好起来 细武功的太医们便被皇帝撤掉了 十七 父皇放弃了他 爱他的娘娘们却永远不会放弃 林书妃关起宫门 手把手叫呆笨的一安练剑 德妃会在太医定期问诊时 亲手为哭闹的一安做喜欢的唐偶苏 贤妃更是把一儿视如己出 不耐其烦地翻着冰书 为手摇着波浪鼓的一安讲故事 每每这时 我便服在岸前整理由父亲教授的那些严学之道 十三岁的一安玩得累了 便安静靠在我身边 一安 这世间有许多不平不公之事 其解辩在这些书中 你只有读得多 才能为天下黎明谋福利 一安 你快点好起来 等你好起来 阿娘慢慢说给你听 我哑着声音 一遍一遍 耐心说着 央着求着 可眼前人神色茫然 目光空洞 下一瞬 便如同受了惊吓般 将这些纸狠狠撕碎 转身跑到院子里去荡秋千 一年又一年 桃花开了又落 落了又开 又一场春雨过后 安昭公的路得飞去了 太医回禀 德飞乃催心伤肝 久病成疾 那日 我牵了一安的手 站在德飞的宫殿前 一安乖 磕个头 送送得娘娘吧 没有得娘娘 就没有今日的一安 一安出生前 皇帝遇安排胎死腹中 是路得飞在神秘人生产时 及时赶到 就回了一安的命 一安十个月时 染了十亿 高烧不退 也是路得飞亲自研磨好药草 深夜前来为一安服下 什么催心伤肝 什么酒病成疾 路家之女路雨然 一生便尝百草药 妙手回春好医术 她死了 她是被这身宫困死了 十八 深秋又逢出冬 我的一安十五岁了 可没有等到乌尔恢复如常 却等到了边关噩耗 明德十九年 大鱼新兵十万 再犯边境 西北军拼死抗敌 击退满敌数百里 却不料 回城路上 粮草迟迟未盗 大鱼国闻讯反扑 曾许我结发夫妻 许我白手终老的顾墨安 走了 铺天盖地的绝望中 我听着路家旧部 含泪禀告 前锋主将顾锦 深陷嫡计 被困孤山 将帅陆墨安 为救皇后树帝 帅百名骑兵冒险突围 却被数十倍满敌围主 最终长枪燃血 左臂断地 死在了蛮敌的包下 重将士金文将军恶号 以死抗敌 终于杀出一条血路 这场仗胜了 可顾墨安没了 皇后树帝顾锦也没了 我死死扶着身边的暗集 努力让自己保持着贵妃应有的稳重 心脏却仿佛被撕裂了数千次 每一道伤痕 都是一阵撕心裂肺的痛处 两久 我才听见自己哑着声音开口 负责西北梁草雕派的 是谁 皇后兄长 户部尚书固持 殿中之人一字一顿 恨不得生蛋其肉 痛饮其血 那一日 我将那枚沾了血的白玉瓶安扣 洗了又洗 擦又擦 紧紧握着它 从天黑做到天亮 直至阳光照进昏暗的殿中 我才听到自己平静到骇人的声音 沈云念 活着吧 继续活下去吧 十九 就在天下百姓争相悼念陆家二郎时 安插在大瑜国的内探 却传出了陆家兄弟通敌谋反的证据 满朝文武德之后 几乎大半朝臣都为陆家作宝求情 却不料 奉命搜查陆府的英卫军徐前 查出了陆家兄弟通敌的亲笔书信 为证陆家清白 大将军陆墨平自稳于殿前 叶家派去接应的人 还没有赶到陆家 却见大火漫天 来人慌张禀报 陆将军的夫人 抱着九岁的陆金自焚于府中 我的阿姐 他一身温良 连只蚂蚁都不忍心见他 他又怎忍心 带走夫君唯一的骨肉 陆家唯一的血脉 我的阿姐 他那么胆小 怕疼 却被这京都城的滔天大火 烧得一丝都不剩 一丝都不剩 二十 陆家再度出事 朝堂震惊 百官敢怒不敢言 也是那一日 贤妃如往常般来到了七宁宫 哄着一安读了一遍又一遍的兵书 临走前 将一枚青绿雕刻虎形痴纹的墨语 亲手挂在一安的胸前 他温和笑着 目光恋爱 我的好阿 贤娘娘只有这个了 好孩子 快点好起来吧 下午 皇宫动荡 后宫震惊 只因无力宫的叶贤飞 身穿红衣 持剑杀戮前空宫 他血染衣襟 浑身是伤 却还是将剑架到了皇帝脖子上 陆家要反 岂有你陪招今日 陆老将军生前 一心只愿大洲江山永固 才联合其他世家 跪求先皇 才扶你登上皇位 如今 你却以谋逆之罪 折辱于陆家世代英魂 如此行径 可谓昏君 今日我以命相抵 只为向天下人 澄清陆氏清白 说完 便在陪招面前拔剑自吻 血染肠电 消息传到七宁宫 一安手中的波浪鼓 促然落地 我抱着面无表情的一安 哭到绝望 一安 我们好起来 我们现在就好起来好吗 等娘娘走了 咸娘娘走了 阿娘等不下去了 再等不下去了 二十一 定国公之女叶如婉的死 彻底震慑了朝堂 她是古宫重臣之女 是开国将才之后 是当今圣上的表姐 她的死 就如在千里之地上 点了一个乙穴 金鸾殿上 群臣跪在殿中 要求彻查此案 皇帝大怒 却也只能让步 交由力部去办 调查多日 却始终无果 注定查不清的事情 又怎么能查出结果 西宁宫里 我看着院外独自舞剑的一安 只觉得绝望从心口处 无止境的弥漫 也是这样一个日子 身穿华丽功服的如婉 看着店外交易安恋剑的淑妃 笑得肆意明媚 其实啊 我的功夫要比林青霜厉害多了 只是阿爹总说 陆家大郎温文如玉 定不喜欢舞刀弄棍的女子 一切的一切 仿佛又回到那年的陆府 九岁的如婉 从桃树上探下头来 嚷着 阿娘 以后我也要给陆伯伯做儿媳妇 叶家之女叶如婉 一直爱及了陆家郎陆墨品 持剑逼宫 血染长殿 她是以身作葬 赵令百官 还陆家清白 二十二 陆家遭难 沈家倒了 得飞去了 嫌飞去了 那些日子 我静静地坐在七宁宫 握着那把故人相赠的陶木书 仿佛流尽了此生的眼泪 我不敢提 不敢想 那些名字和面孔 却在眼前晃了又晃 血淋淋地压到心头 徒留万箭穿心的疼痛 深宫二十载 皇后第一次履行起中宫的职责 踏入七宁宫 她是奉皇帝之命劝我 劝我为了沈家振作 劝我为了一安振作 只因我身居贵妃之位 只有振作起来 才能帮她的心上人 妥贴安排即将到来的中秋宴 劝我的是皇后 可哭得梨花待雨 一遍遍说对不起的也是她 哭到最后 我被扰得心烦意乱 颤了颤早已干涩的眼睫 陪她去与花人散心 临近初秋 满池的荷花开的正盛 池中那株病地更为夺目 见我伸手将其中一枝折断 皇后醋眉不解 一惊生两花 花个有地 何必毁了去 我微微垂手 声音温吞 花开并地 实为不及 京都世家如此 皇家更是如此 自我说完后 皇后就没有再接什么话 只是一直望着天际出神 偶尔有飞鸟掠过 她就望着雀鸟出神 哭作了一会 我屈身告退 刚转过身 身后传来皇后瑟雅的声音 一安的事情 对不起 我身子一僵 迈不离开 用过晚膳 一安还没有从淑妃那里回来 星河刚打了灯笼 要出门去接 却见皇帝身边的工人苍白着脸 跌跌撞撞地跑来 凤锦公出事了 23 明德20年 皇后也走了 一场大火 将自己烧得干净 将凤锦公烧得干净 工人接转 那日大火 殿外的皇帝哭到疯癫 殿内的皇后却笑得四然 骂得畅快 裴昭 你个昏君 以我阿蒂为尔 残害忠良 我顾珍珍 是瞎了眼 是瞎了眼才爱上你 今日生死 未属我满身罪孽 更怕你日后也遭报应 我静静站在那里 看着大火燃烧到极致 将一切化为灰烬 看着皇帝壮如疯癫往前扑去 却呕出一口鲜血 裴昭 你也会痛啊 这就是你帝王权术 苦心故意二十年 为宝心上人经营的江山吗 为扶持故事一族 你亲手残尽朝堂忠良 为许心上人恩爱白头 你冷眼看后宫孤魂便饮 可最终呢 最终呢 你真爱一生的女子 致死也不愿为你留下一捧灰 留下一捧灰 二十四 顾珍珍死了 皇帝彻底病了 病重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可这病也病得不是时候 明德二十一年 边关战士在起 放眼朝中 早已没有将帅能出征了 那些中军卫国的良将何在 在坚定的谋害中命丧边关 在皇帝的猜忌中血洒求偿 江山危急之际 年仅十七岁的大皇子一安 请命领兵出征 满朝文武 看着这个吃傻七年的宫女之子 一席间神志健全 跪在金鸾殿请命 先是群臣乐然 而后连连叩谢皇天保佑 据说皇帝更是惊喜不已 于殿中当场昏厥 乾坤殿里香奴鸟鸟鸟 躺在病榻上的皇帝 再次醒来时 我正用朱笔批约奏章 他目光一正 而后神色恶然 颤着手指向我 如同在看鬼魅 是你 是你 一直在给一安下毒 我笑着灿然 轻轻压下他的手 一安若非必 又怎能活得今日 那冤死的于常在 可是夜夜给臣妾托梦呢 明德十四年 一安身患重病 于常在因下毒谋害大皇子 被皇帝当场仗毙 可这一切 不过是个开始罢了 那些定期来欺宁宫 为一安诊治的太医们 才是真正受皇帝所托而来 只有天资聪慧的大皇子出了事 他与皇后的义林 才能顺利继承大统 若非每次问诊前 德飞送来天家乱神散的唐楼苏 太医怎会顺利交差 若非一安隐忍装吃七年 他又怎么能活得到今天 只是臣妾不懂 一安出身在低微 也是你的亲生骨肉 也是培是血脉啊 他活该 面色苍白的帝王 紧紧捏着我的尖头 目色很绝 仿佛要把我捏碎斑 才能罢休 这天下是镇与真真的天下 这江山自然也是礼儿的江山 党道者皆死 说着 他欲挣扎起身 却被待命的工人们 狠狠孤在床上 动弹不得 这些年 路德飞的侍女 一直在为皇帝下毒 毒发身亡 是早晚的事情 可我不想让他死 我怎么能舍得他死 他不配 我要请天下最好的民医 日日为皇帝调理身体 让他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也常唱这肝胆剧烈 心如刀割之痛 我知道 这不够 对寒冤而死的陆家来说 对枉死边关的大洲将士来说 对被遭打压的朝堂忠臣来说 这远远不够 可我没有时间了 这设计江山早就烂成了一锅粥 太需要人整顿 25 大皇子义安率军平叛 年关平安返京时 故迟却连同英卫军首领徐前帅 两万金兵和为皇宫 以清军策朱妖妃的名义 御服被求东宫的太子义林登基 危机之时 大皇子义安率兵前来 手持虎符 调皇城军马 诛杀逆贼 一同到来的 还有高举陆家军旗的陆京 想不到吧 陆大将军的孩子还活着 我将一安与金儿帝来的两块玉佩 二合为一 恭敬帝给床上的皇帝 陛下您看 您寻了多年的虎符 在这呢 这两块赤文墨玉 是当年先帝所赐的两块虎符 由陆家和叶家掌管 赤龙合一 可调大洲千军万马 陪昭登基后 因虎符之势 猜忌陆家和叶家 放任坚定挑拨 冷看中江蒙南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叶家的那块虎符 一直在叶贤飞身上 而叶贤飞去世前 又亲手为一安带上 身为世家女 他一生再走不出这皇宫 但一安呢 陆家遭难时 长姐将孩子交给陆家副将 连通那块虎符 连夜送往西北 若没有陪昭当年滥杀忠臣 又怎会有一安临危请命 让两块虎符合二为一 二能有今日 可是您亲自挑选的四妃所叫呢 我情的笑意 望向面色惨白 双眼星红 却只能躺在床上徒手挣扎的皇帝 身为宫帝之子 一安一生不得父皇青睐 可他不怕 因为有疼他爱他的娘娘们 西宁宫里 淑妃教他武艺 德妃为他驱病 贤妃为他调动千军万马 而我则依着父亲的教诲 写下一张张策论 于无尔治国之道 什么女子不如男 什么自古尊卑有别 裴昭 我就是要让你看看 被你囚禁深宫的世家女 是如何亲手培养出一代民君 你几日斩草除根的宫壁之子 是如何清理朝堂 让内安外 环妙堂忠臣良将清白 护天下黎明海燕和亲 26 明德22年秋 故是一族满门问斩 原护不上书消迟 因为君同龄徐前 因谋逆之罪 临迟处死 太子一临 废处东宫之位 贬至岭南 戴罪立功 废太子被押出发的那日 昏迷许久的皇帝 再次醒来了 又是一场大雪纷飞 殿外寒风肆虐 满目肃白 如同白骨哀哭 曾经守直升杀大拳的帝王 如今却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他眼神前所未有的清明起来 主动同我聊起了往事 朕强制引你入宫 拆散了你与陆家二郎的姻缘 你恨朕 朕知道 可早在入宫前 你也就过朕一命啊 我周身一阵 听他有气无力的说着 顺昌三十六年 我被先皇禁足冷宫 实不果腹 是你送来了一盘糕点 那盘糕点 那盘糕点 我的脑海中像是有一根弦彻底崩断 心头强烈的恨意 铺天盖地而来 我下意识钻井垂在身侧的双手 笑得绝望又悲弃 送糕点的那个人 从来不是臣妾 那个人早被陛下亲手杀死了 顺昌三十七年 阿爹奉旨修书 在上书房忙碌数月 我和长姐特意带了阿娘亲手做的吃食 给久不归家的阿爹送去 却不想迷了路 闯到了偏僻的冷殿 看到了鸡肠鹿鹿的太子裴昭 为避免招惹祸事 我拉着长姐想绕路而行 可走出去许久后 长姐又忽然甩开我的手 折道而返 将石盒中的莲子羹和其他小菜 送给了被幽静的陪招 当年为他雪中送炭的恩人 从来不是我 而是我的长姐 可他如今感怀的恩人 早已被他用一场大火 活活烧死在了陆府 他是想用往昔的情谊 换我一时心软 却不知亲手翻出的往事 竟是鲜血淋漓 血肉模糊 他预保那岭南的黄儿一命 亦不知此番开口 竟将自己亲手记起 对了 还有一件事 要告诉陛下 见眼前人神色茫然 我心里泛起一股莫名的恨意 您最爱的皇后娘娘 对您亲手逼死的 你胡说 她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迷茫的双眸中 力气翻涌而生 像是咆哮出一场绝望的喊笑 你胡说 真真是朕的妻子 朕怎么可能 她的喘息声逐渐加重 不知道是气的还是急的 我笑得明艳 一字一句 缓缓道 陛下还不知道吧 皇后本就是顾家庶女 为凭您心结 才有意隐瞒自己的出身 这么多年 您费心扶持的顾持 不过是皇后同父异母的掌兄罢了 可那作为诱饵 惨死边关的顾锦小将军 才是皇后的亲弟弟啊 为了能讲这个故事 我等了多久啊 久到我这一生 都蹉跎在这十丈深宫了 帝王继续开口 却只剩下大口大口的喘气 他要活着 活着等他的皇儿一临 从岭南回来的那天 可我不想再给他机会了 我慢慢走向前 将那枚绣着桃花的丝帕 轻轻覆盖在的脸上 而后 双手死死压紧 皇帝垂死挣扎着 使劲摇头想要挣脱 却没能如意 两久 殿内终于安静了 我的指尖在微微颤抖 再抬手 鲜血染红了那朵桃花 结束了 一切都结束了 二十七 明德二十二年 皇帝陪招于皇宫驾崩 享年四十二岁 大皇子义安顺利登基称帝 定国号昭和 昭和元年初春 新帝下令 众藩陆氏救案 为含冤而死的无数将士平反 京都百姓请愿 于陆家旧址建立祠堂 让陆氏而郎 享我大周子民万代香火供奉 帝云 同时下令编制新军 四名忠义 封以故大将军陆墨平之子 陆经为一品君后 统领全军 宫院的春花开了一季又一季 无事可做的日子里 年轻的宫人们 三五成群围在那棵槐树下 看年迈的公共数得手指头 慢慢回忆那些往事 他讲从前的叶贤飞 会为了宫里那只怀孕的狸猫 快要掀翻了后宫 他讲总是闭门不出的陆德飞 会将精心研磨的草药 分给无前一致的下人们 讲到面色清冷的林淑妃时 公共却叹了口气 浑浊的眼里满是藤意 淑娘娘傻呀 一生不得帝王宠幸 却甘愿殉葬身死 叽叽喳喳的人群 也瞬间安静了下来 不安适适的小宫女们 听完林淑妃的一声 也纷纷红了眼睛 真为淑妃娘娘不值 可惜了 她这一生 可惜吗 此安宫里 我娜娜自语 正在红小皇子走路的清河 闻声回过身来 能与心爱之人相守 才是福气 末地 我想起了明德十年的那年中秋夜 淑妃一身藕色宫装 逾越下午见 她日我若能出宫 定寻一怨落 种满勺药 陈启为她浇水施肥 日落与她对饮说笑 那日喝醉了的乳碗 小淑妃太傻 非要与那勺药对饮说笑 直至后来 我们才知道啊 淑妃口中的她 从来就不是浊浊盛放的话 而是赠她勺药发簪 以此定情的她 那个人 与她青梅竹马 相伴长大 亦无怨无悔 在江南水乡 等了她一生 我这一辈子 只能困在宫里了 那些已经错过的事 不能让她错过了 殉葬假死 与心上人相守白头 我与叶贤妃再也做不到的事情 就由青霜去完成吧 28 一安是个好皇帝 在她的治理下 九州统一 四海安宁 天下黎明安康 看着大洲王朝越来越兴旺 一安与稷儿的孩子们 也一天天成熟稳健 深宫的日子 好像又有了叛头 有了希望 直到昭和十五年春 梦里中逢故人 曾许我白头 非我不娶的少年郎 踏跃而来 他英姿飒爽 眉眼苍苍 嘴角扬着笑意 又偏下头看我 安念 你可愿意嫁我为妻 我欣喜地朝着他走去 一步又一步 郑重地点点头 年岁极极 为念莫安 这一生 终是如愿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